韩国人气女团Blackpink 亏为四年多来台开唱 虽然演唱会已经落幕 但Blackpink的话题依旧不断 四位团员凭借个人特色 加上强劲舞台魅力 风靡大批粉丝 身为队内大姐的知识本名金智秀 金这个姓氏为庆州金氏 是朝鲜皇族的后代 可见知识的高贵王氏气质是天生的 但知识曾透露自己小时候 非常羡慕哥哥姐姐长得好看 加上自己有招风儿 而常常被戏称为猴子 这对年幼的知识来说 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所幸高中参加话剧社 发掘了他的演戏基因 并于2011年参加YG娱乐选拔 成为练习生 在练习生时期知识就曾代言 相机 手机 校服等多项产品 更与李敏昊一同代言休闲邦 获得大量关注 此外知识也客串电视剧制作人们 饰演综艺两天一夜的新成员 随着BLACKPINK出道后 知识人气水涨船高 不仅是BLACKPINK的门面 领唱 还多次被评为最美KPOP歌手 2019年知识客串电视剧 《阿斯达年代记》 饰演宋仲基与离世的情人塞纳来 尽管只露面14秒 但吸睛的古装造型人造成网民热议 后来她在2021年迎来演艺生涯的 第一个女主角 《雪降花》的殷殷露 知识在剧中和国民暖男丁海盈 共普七美爱恋 紧凑刺激的戏剧编排 再加上知识与丁海盈的完美颜值 让该片的每颗镜头都美不胜收 知识也成为BLACKPINK出道后 第一个拍摄韩剧的团圆 知识出道多年靠着自身努力 与独特的气质 成功吸引时尚品牌注意 华丽变身韩国Dior公主 不仅是品牌宠儿 知识也曾荣登2022全球最美女人 此票选是国际知名杂志 历时五个月收集来自116个国 超过100万张选票 选出的2022全球最美女星 队友Lisa夺下第三名 坏死于则拿下亚军 全球前三美被BLACKPINK包办两席 可见BLACKPINK备受全球粉丝爱戴与支持 IG拥有7000多万粉丝的知识 经常在社群上分享生活日常 相信眼尖的粉丝都可以观察到 知识是一位Hello Kitty爱好者 无论是手机壳、包包 都选用Hello Kitty样式 可见知识对她的热爱指数有多高 但其实外表高贵的知识 拥有着反转魅力 知识一有空挡时间就会打开游戏 同款手游甚至可以持续玩好几年 一颗热爱四次元的心完全掩盖不住 连团员都认证知识的程度已是电玩高手 游戏不找她做评测太可惜 知识纵然有超现实的爵士美颜 但相对于其他锋芒毕露的团员们 也细心照顾每个团员 更曾把Lisa带回家过年 出道唯一哭过的一次 也是因为Jenny彩排扭伤脚而担心 这样的她也被粉丝称为 人间四月天 永远像春天那般温暖遗人 而从未发表个人单曲的知识 先前也正式宣布三月底将solo出道 身为blackpink成员发展七年 终于等到知识的个人专辑 让粉丝都相当期待